教宗作星六位新書記主教 七位聖人來自不同語言和社會背景 廣揚福音 中國大陸主教未能出席今屆世界主教會議 歡迎實體教會透視 我是你主持鄧偉基 教宗本督宣布將於11月24日 作星六位新書記 當初的書記是 教宗的管家總主教 黎巴嫩馬龍派總主教 印度敘利亞馬蘭卡禮天主教會大總主教 尼日利亞總主教 哥倫比亞總主教 和馬尼拉總主教 所有新書記都是來自歐洲意外地區 而55歲的馬尼拉總主教Targo 將成為最年輕的書記主教 有兩位新書記是來自 有別於羅馬拉丁禮的天主教小禮儀教會 有更多年輕和來自羅馬拉丁禮以外的禮儀教會的書記 令書記團更加有多元化和代表性 而令書記團選出來的教宗更具代表性 教宗邀請大家為新當選的書記主教祈禱 並求聖母馬利亞為他們轉圖 在討論新福傳的世界主教會議進行期間 在普世傳教節 教宗本督十六世插封了七位新聖人 他們來自不同語言、國家和社會背景 都是宣講福音的好典範 在冊封典禮中教宗說 他們英勇果敢把生命完全奉獻給主 並慷蓋服務他們的兄弟 選擇在服務的道路上跟隨主 這七位聖人是 提升於菲律賓的傳道員 白多禄卡龍索 意大利神父約翰皮馬塔 法國耶穌會士伯蒂亞 德國方祭會修女馬利亞科伯 德國教會阿納沙佛 西班牙人馬利亞沙雷士 和首位北美原住民加特禮 被稱為莫霍克族百合花的加特禮 是新聖人中最引人注目的 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多倫多世青節期間 曾表揚他是全球青年的典範 炎與光電視為他的封信 製作了一個紀錄片 In her footsteps the story of Kateri-Tekariva 大約是二百多名來自全球各地的主教 到羅馬出席本屆世界主教會議 但是沒有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主教 之前教廷曾多次邀請中國大陸主教 出席亞洲主教會議和世界主教會議 但他們全部都無法獲得中國政府批准出境 所以教廷放棄邀請他們出席本屆世界主教會議 只是由大會秘書長 埃泰羅維奇總主教讀出陝西省 奉長教區李景峰主教的親不信 李主教在信中提到中國教會受到中共當局的迫害 可作歐洲和北美洲教會的借鏡 重振信仰 他說我們的教友在經歷了五十年的迫害期間 就如初期教會一樣保持了虔經、忠貞、真誠和奉獻的心 李主教對大會無法聽到任何來自中國主教的聲音感到難過 大會於十月二十三日覆行給李主教 告訴他即使他無法親身來臨 出席大會的全體神掌以莫大的喜樂 感覺到他和其他中國主教在精神上已經參加了會議 覆行肯定中國基督徒的苦難、祈禱和喜樂 舉例了全世界基督徒 因此邀請這個大國的所有主教、思讀和信眾 以慷慨和奉獻的精神善道信德年 以特別的方法盡心盡力向中國人民伏傳福音 並盼望中國大陸的主教將來參加主教會議 大會主席之一的香港教區湯漢舒基 在早前記者會上說 他對中國大陸的主教未能復會感到很可惜 他呼籲中國政府向宗教開放 一如他們向經濟開放一樣 相信這樣可以將中國帶來更好的國際聲譽 今次的報導報導完畢 多謝收看,下次再會